相拥信财的两种条件 上司三人中比较好的 一类人不相拥信财 有些人当时可能 包括藏地也有 现在我们居士里 我们学院当中 可能藏地跟汉瑞不同 因为有家里的支持 这样的话 一般别人供养的 这样的这种东西的话 都不用了 他们都生懂的心菜 就是王菜 这些都不用了 有一部分是非常不相拥的心菜 有一些好的也有这样的 那帆王的意思 如果自己剧度这些条件的话 作为出家者你可以相拥 这种心菜需要剧度两种条件 一个是亲近介义 还要问世修行的智慧 第一个就是具备亲近的介义 这里的介义 就是师父亲近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像按照介义害 介义害还是根本率的 一个注释特别大 就是应该是比什尊的光状还多 在藏传佛教当中 这个率还是特别大的注释 就是这个律大汗 就是他们所见的律藏大汗 后来的就是叫那个说 说什么呢 就是他叫他这里面说的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的 你们应该会说的吧 这个四根本节加上旧节 就是不要这个染瓦 就是那么就是 这个至少是最低的这个地线 就是说是这个撒到以往四根本节 还有这个酒啊 这个是不染瓦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还需要就是小心精神的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实不善 作为一个出家人不说这个是居士的话呢 就是也应该是这个问题不大的 第二个呢在清静戒律的基础上是需要就精心精力的精进文思修行 就是具足智慧 这个也是可能可以可能一般的就是就有一些这个 严格的角度来讲的吧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具足了这两种条件就可以相应这个信财啊 如果这两个条件就是非常严格 就是不仅是这两个 可能闻思修行也是日日夜也不间断的 这个戒律情节的话 包括出家人的就有细微的一些 就是比如说这个比丘比丘的三明三明里的一些经历非常圆满的话呢 那么这个即使给你供养了三界的这种所有的全部也可以完全的这个相应的啊 不需要的就是害怕的就是这个嗯 嗯 这也是是初友会佛陀就是所说的不是必然说的 嗯 是用很一般可能有些是在一起有些是在一起有些是担当学院的就是就是年进前啊 就是年进前的话呢 就是有些是一直就是害怕万思修行的大悟啊 这样的有些是可能害怕就是染上那个想要新的什么新的什么新的这种过患呢 就是也我们那天问你一下其实我们这边的深重能量是比较大的就是年进前的人呢也不算特别的 那这样也可以这个是自由的啊就是如果自己就是各方面的话呢就是可能生活费啊就是这样的话呢 一般来讲就是也作为出家人士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吧 有些是可能很多人都是不需要年进去 我去年进的话我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所以就不去吧 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的就是前辈的很多高僧大德都是是这个什么就是生活是比较这个就贫穷就是而来的就是作为出家人的话可能生活太富裕的话呢 那有点就是不好意思的事就是如果出家人是这个生活是比较借贱自助少欲或者是稍微贫寒的话呢 这个是应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从佛陀到这个现在呢就是有些时候是中一世啊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自己呢就是有一些就是条件就是不是那个的话呢就是自己念经的话呢 现在念经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月大概可能是以前左右就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吧怎么样 是吧你有钱是吧你有钱是吧有些听说是自己去念经然后把这个钱拿来又就叫僧众又念经就来有点奇怪 对于是生活上没问题但是就是最非要就是就念经然后再做功德就觉得我觉得有点累就是啊 从僧众那边又拿来一个又再加上去都我觉得也可以 可是这个是你的私有啊不管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嗯就这方面的话呢以前是我们还是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很重视这个这是 那个时候积累也没有那么厌,那个时候是一般自己可以书架着可以看书, 这样的话,凡是这个时间,不过这个念经的话,要可能念, 如果不念的话,你光是坐在那里的话,比如说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月当中一千元, 以前也算的话,我们除了一个月的四个会供这些出开,或者是一个月都有一个小时的话, 每个小时应该是比如说三十个小时,三十个小时用钱来分的话,就是多少? 这样的话,一个小时你什么经都没有念的话,你拿那个钱? 也不行的,别人是供养什么呢?就是要念这个经,不是是你到这个经堂里面, 你去入经堂前去,不是这样的,就是让你经堂里面坐在那里,就是这个给你费一个费用, 也不是这样的,确实要么是货人的,要么是私人的,给你要念这个经, 所以念这个经,最好就是按照施主的要求去念,如果施主的要求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这里每天都是什么念的,这个注意,就是威洛士也是在那个时候,就给大家一起带你念, 那自己也是应该自己量的,不念的话,也光是现在我们这个也确实有,以前我念经的时候,还是这个方面, 我还是很注意,就是自己害怕,就是大使这个笑话不了,就是凡是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是有时候看点书,除此之外也不会回想说话,有些是, 这些时候是一直在念经一个多小时的话,念经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可能念经前到底是合不合理,不好说, 或者一直辩论,这样的话,就是施主也没有给你为了,就是辩论,就是交钱,就是他要么那个对私人要超度,要么对货人要欺负,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如果要是真的要年轻的话,就是别人也是给你费用,给你费用的话,别人让你做这个水泥工程,就是你就没有到水泥工程, 你光是在那个工地区,就是大作地方,那就是别人不需要,别人要的不是真的,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自己以前,我都是大概是两三秒,我应该是很认真的念的,就是这个认真念的, 并不是想超度别人,但是自己有一点收入,就是,然后后来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念,就是,就,就,就,这个后来就,就没有,尤其是去了舞台上以后,就慢慢慢慢就, 去了印度以后,就更没有念了,就是,当然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刚才具足两个条件的话,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就各自的智慧和戒律,到底怎样,如果稍微符合要求,就享用心才,就不会有过, 然后,在这里还是讲得很清楚的,尤其是,如果以菩提心和慈悲心来设施,就是这里只有慈心,但也,也,基本上有菩提心的话,慈心这些也会有的吧,就是,但有可能有一些分体不同的, 慈心来设施的话,那是最好的,就,如果是真正念经的时候,就是,哦,今天就是念的经,希望对这些,有缘的这些众生,得到真正的利益, 然后自己将有什么很小章。法治仁波切的Jairespondyайте 1995.11 从《ulfordible!天空军众陵》里面,所讲的一样,在别人的座位上,就是,自己就是我免你什么,怎么说呢,别人的座位如上,然后圆满自己的资量。 是怎么说的,我这是默契的愿化,说的好,怎么说的好,谁说的好? 上司说的好,上司说的好,谢谢你,先问这里有个照片,就是这个照片呢,是那个法王应该是刚到舞台上的这个时候的一个照片,就是 就是这里面,就是我那个拍了一个旗号跟上,好像那个那个当中的话没有显示出来,就是这边就是靠近这边有一个蓝色的那个就是法王这个法王的右边的这个叫华九江做上司,最开始都是法王特别就是,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高峰大哥,就是然后舞台山去了以后,后来就是没有住很多时间,就是 实现研究,原来住在那个,住在那个,那个是法轮器里面的,还有一个蓝色的就是,好像是我,但是我有点不记得,应该是做皮单子,当时我们皮单子全部都是放在这里,就是拿一个线来捆上,就是这样的,就是,然后还有旁边的后面的那个呢,就是 那就是有些嘛,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那个黄尘里面就是去过的,他就就是到了印度,就是就是越过那个金特斯,然后后来,她在黎泽罗斯了自己就就是替我那个在那里住下来,就是罗罗斯的一个坎普也是非常好,然后就是,就是他就是非常 在中臺 在那个地方有一次 我们继续在那里 发往随便给大家讲了一些 刚开始的时候 后来大家就念了不限行愿品十来天 然后就华九江做上师 好多都是他们就回去了 当时情况就比较紧张 来中央的工作做 圣里面的住里面的工作做 让我们真是堕开了 就是大家都是各自都分散在山谷里面 就是自己做 然后呢 发往去山菜洞 就是这样 然后再过了大概是 可能一个月的时候呢 就是就情况就比较贫歇了 然后我们就到那个什么 就是到那个罗阳库啊 就是然后后来青年室啊 就是慢慢慢慢再发愿 就这么一个清晰 所以这个照片呢 好像最近我看到了 很有意思的给大家 当时的你看我们藏族老乡的 这种穿着也是这样的 就跑到五台山就是 然后在霍村里面 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然后下面有那个 转经论的来源需要清净 从现在开始 我们所有的这个 这个住在拉隆佛教大学的 坎伯夫夫为主的私人们呢 无论是这个做清凡也好 还是这个做专注的 都是这个一样 就是不要有很多的棍杂 这个现象 按照这个虚步和窍诀 那种说的那样去做 不然呢就用这个虚伪的心去 叫做一些 为了达到各种目的 就是大多数是自私自利的心 那说的就是特别特别漂亮 虽然没有人敢说 就是这是一种恶意 但是呢 绝对不敢断言呢 就是一种善意 法王说说 我们这个以前做过的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转经论 这个可能法王后来才讲的 就是大概 后来才讲的 就是他说这个 这个单单的 把观音菩萨的心作呢 放在里面 没有和其他的这个混在一起 就是他那个主意里面 就是一会儿讲 就下面如果就混杂了其他的一些内容 的话呢 暂时不说是不是善法 就是甚至不会呢 就是就不知道 就是会不会变成罪意 就是当时一段时间的话 那藏地道很多的 转经论的话呢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有时候是所谓的 这个大藏经里面的个别的什么虚步啊 经典啊 包括就下面应该讲 而如今不仅是在藏地 就是我们这个转经论呢 在印度和美国当地 据说是我们这个小小的 观音菩萨的 这个观音心流的 转经论很有名的 就是现在可能更有名 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也可能有名 就是确实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的这个 转经论都是还是 就基本上以前那个藏地 就是一个叫做玛丽喇嘛 就是他呢 就是特别提倡 后来就是藏地 就是各个地方都有 这个别解脱 就是我们这个 圣大解脱经和观音菩萨的 这个转经论 就是后来呢 就是很多都消失了 没有了 但是后来法王就恢复以后 确实是有了 然后他们都说是 拿荣的这个 观音心中转经论 不可思议 非常清净啊 就是说这个 数为不变道 没有混杂 清净无瑕 就纯净无瑕 就等等 就很多人都可能赞叹你 就法王有时的事 还是那个 就是听别人 就是赞叹我们这个学员呢 赞叹我们的话呢 也会在课堂上 直接就说出来的 虽然有人就是随行做 做什么做了一些什么这个 就是赞叹啊 就是一字序啊 就别解脱啊 就是等等 就是这些转经论 但不知道就是这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 所以说这里面呢 就是说比如说一字序 就是然后还有什么 各种各样的这个菩萨的咒语啊 就是这些呢 放在一起的话呢 就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很难说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可以把佛陀的经典戒 随性的大智者 呼住罗蒙菩萨等等的 言语都做成转经论的可靠依据 那我们必解脱什么大 什么圣大解脱 但是法王那个就是这个是当时是这个同时同意的 就是以前伊库喇嘛 还有那个玛尼喇嘛 他们这个做的那个圣大解脱经是藏地是非常这个普遍 就是所以法王这个原则上是跟其他这个经典者 完全不同的这个圣大解脱经是就非常这个就是有依据的 但这里说的是这样的经典的 应该是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就是不敢说是这是是否正确 但却绝对正确无无的呢 是观音菩萨心主的 就是观音心主的传经论 虽然时间不长 但我们这个小的传经论 被称为蓝无谜不许愿的传经论 已经临身大潮 正在广泛为利益众生 此外呢 观音心主的传经论的结尾呢 也不需要添加什么金刚萨托行主 脸色行主啊 元气主啊 就是等等的 就是就以前好像也有一些的 虽然不说是这些是不正确的不清净的法 就是不成确清净 不是说是这些是不是正确清净的法 但是放入观音六则真言 就已经做够了 从现在开始呢 无论做什么专经论 都应该遵循确凿的这个依靠的圣教 那里面呢 就是这样的才是这个前正万确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前辈的这些大德门的这种 教言和他们的这个串通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同样我们用经法的设计呢 也需要按照这个经许当中所说的那样去赢 尤其是大自在其道文的这个经计呢 啊 史上是孟尔波切 就是他老人家亲口这样说过 如果把他做成货轮啊 或者是凤轮就专注人就是用给货 那个好像现在就是电动上面就是专面有被货 这个吹动的也有 就是或者是以前货也会吹动的也有 还有这个吹动的 这样的话呢 会得到相当于这个念所不够的 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大自在其道文呢 就是可以 但是他的结文当中没有说 啊 就是五大陀罗尼族 我们就装葬的时候 有时候五大陀罗尼族 他是跟装葬一起可以的 但是做专经人是不行的 还有什么皈依戒啊 就是诸师祈祷文等等 所以就是不需要最后写那些 否则呢就算不算罪业又怎么会知道 会不会成为善法呢 就是有这么知道 会不会成为善法呢 请不要就是这样做 好今天讲到这里 三种能从根本上情情罪业的方法 单单是这辈子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罪啊 如果用心去好好思考的话 也觉得就是特别可怕的 就是因为我们不说这个无始以来嘛 仅仅是可能寄生当中这个生产性的 杀生的 包括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这边有些出家 有些居士的话稍微好一点吧 至少是这个 好像现在这个网上天天的 是卖什么这个海虾啊 卖鱼啊 卖虫啊 尤其是现在支部 然后宣传啊 就是这个是如何如何好吃 然后呢 就全全世界都开始下单 哇这个卖的太好 然后马上这个快递就是送到门口啊 这个好吃 然后再不断再往上这个炒 所以有些人就是虽然就是往上这个比较火啊 就是这个人是宣传这个什么什么就是带火的人 但是我看到他们有些人真的是啊 这个鱼如何如何好吃啊 看我们蒙古和藏地都是有些人吃羊肉 如何如何好吃啊 就是就边吃羊肉羊肠 然后呢就是撒多少多少个这个羊 然后就卖到那个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去 以前是在一个山沟里面造个恶业 现在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在虚空当中造业的话 所有大地上的众生呢 就是都这个共同造业 就是有些人赞叹 有些人就随喜 有些人就是自己去参与 就是当当现在这个世界 真的有些人一看就特别可怕的 就虽然我们有些人是修行不是很好的 但是至少也是是没有就是变成一个这个海鲜的代言人 就是所以还稍微好一点吧 如果有人问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完成清击这个罪业呢 如果你生起了五位的固定性 也就是说剧主从现在开始为了让所有的众生获得佛福 我要就是不屑自己的生命而去修行的誓言 如果他就现在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这个发誓的话 那么所有的罪业呢就是也从根本上清击 这也是上次的教言 其实我们就是偶尔会可以发这样的信 但是不知道这个信就像那天我们说的个人一样的 能不能就是就喂吃啊 就如果不用喂吃这个 就端端是就今天心情好一点 吃的也好一点 天气也好一点 然后这个晚上睡的也好一点 就是然后照镜子是张的也比较不错 就各方面的因缘具足 就是然后那里面上课的时候也赞叹了你多酱了 就是然后还道友就是提你就是吃什么好吃的东西 然后又受到了好的报告 然后呢就是各方面的这种这个因缘具足 就是啊我今天开始是为了一切众生 发为一生的献身的围绕的光达着不可思议的菩提心 就是这样发个信也是就是容易的 但是明天呢就是因为天气也不好 星期也不好 水的也不好 岛月的关系也不好 然后各方面又收到了不好的一些这个信息 班上也是受到批评 然后觉得哇就是世界末日了 整个世界都变了没希望了 然后再说就是这是第一个这个就发了普及信的话 就请进这个罪业 然后如果你相续当中升级了光明大圆满的空性大背藏 你反而说的空性大背藏 空性大背藏是一般是我们先中的一个这个怎么讲 就是大乘中段里面的一个这个名词 但这个空性大背藏的话呢 应该是认识了这种罪性 当然这个罪性认识的话呢 就是也肯定具有大背性 也具有空性见解 就是可能这个意思吧 那么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也这个销售的无中无淫 就像太阳升起的时候 宿太阳呢 销售了一样 就是第一个是有了普及信会罪业情景 有了大圆满的间接的话呢 也情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是其实没有就是到达这样的境界 如果你没有涉及这个设法的罪和 如果你没有这个造过这个设法的罪和无为间罪 并且呢方向往生极乐世界 最终也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根本上呢就是不需要再感受痛苦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相续当中的事情 罪业呢也等这个情景啊 就是这个说法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比较简单 所以大家努力的话呢 也许其中这三个根本当中的话呢 其中一个也许可能自己能得到 除了这三种罪业 这个清净罪业的方法以外呢 还要想就是清净我们的业障的话呢 也是这个非常困难的啊 就是包括我们叮拟啊 就是转绕啊 就是送进呢 这些的话呢 就是也是从根本上遣除罪业呢 还是是比较比较难的 当然这个是有功德的 所以我们还是修大愿门 修菩提心 修处理心 发扬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从内心上真正生起来 这样的境界的话 那忏悔也就是很好 当然我们平时要修什么金刚萨都啊 就这些是忏悔的最好的一种方法嘛 但是可能上面这样的这个是层次比较高的 主要是心里的这种修行吧 啊就是这个菩提心和这个就是大愿门的情景 或者是乌尔会 或者呢就是瓦森极乐世界的这种特别强烈的愿 就是这样的话也能清净 按照这个前面讲的这个事与啊 就是天古妙也就是顺利道格当中说 我们应该这个修行大愿能前进发这个殊胜的菩提心 殊持了这个清净的戒律和有善良的任何对殊胜的对境呢 就是不恶言这个恶语进行诽谤 就是对谁都不诽谤 请大家这样这个身体逆行就没有了 好讲到这里 不凡 菩提心能清净无间罪 在小乘当中无间罪只能不断坚弃 不能根本不需要医疏果报 就是在小乘当中的话呢 可能从根本上根出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不过在大乘菩萨中而言的话呢 就是有一种方法无间罪啊 就是无无间罪的意思 无无间罪的话呢 完全不需要感受果报的 或者呢就是就算是感受果报 也只是需要感受 就像我们的一个仙团呢 就是在地上就是就弹起来一样的 就马上落到地上 他会因为很轻就直接弹起来 那么短的时间当中 受到这个报以后呢 就是已经解脱了 就是这个大乘里面呢 就是有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小乘当中的话呢 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 就渐进但是不可能更出 就是就根本不需要感受医疏果报 就是在小乘当中没有这么说的 这种殊胜的方便方法是什么呢 就像护主龙猛菩萨 在《中观宝门论》里面讲 就是空性大悲藏欲修菩提者 就是这个空性大悲藏呢 就只有修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人才是拥有的 依靠正无诸法空性的见解 和希求一切众生获得福果的世俗菩提心呢 就是如果这个叫做是这个无语的 这个空性大悲藏 就是空性的见解和菩提心 如果有这样的话呢 就是那么就根本上是清净所有的堕罪 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学中观 和每天就是学这个大乘法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相续当中能不能生起 就是空性见解和菩提心 如果有的话呢 即便是你造了这个杀佛杀摩的罪的话呢 也能清净的 这个菩提心能摧毁一切业和烦恼 但没有什么就是可以摧毁他的 菩提心他自己呢 就是没办法摧毁的 就像维生猿王呢 就是杀死了 就是即使阿罗汉 这个是阿那汉 因为他那个平鲁座罗王当时没有获得阿罗汉 就阿那汉 就是阿那 就是拿个这个 拿摩的那 就是阿罗 这个可能他们藏文编的时候 藏文当中写的是阿罗汉 应该不是阿罗汉 阿那汉 因为那个维生猿王就是阿斯斯王 他造了一个无间罪 就是他支持杀佛的 就是让他的那个阴间王 或者平鲁座罗王就是当时造了这个无间罪 就是然后呢 就是后来就是我等本师释迦牟尼佛 以方便和大慈悲心的佛陀呢 在灵酒山的时候 给这个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就是给他们就是被他们围绕的 给他们传法的时候 就是当时维生猿王呢 就是就过来开始这个忏悔嘛 嗯 到了实在面前忏悔环境以后的话 结果呢 就是只需要感受 就像是仙团落到地 叹气一样的过报 而不需要长期在地狱里面就是这样 就根本上已经清楚了 就是因为他也是 他当时是应该是我们这个维生猿王 这个忏悔经历们呢 就是讲到了这个罪业的本性 是这个空性的嘛 就是他当时这个也是空性大悲伤就是尿他了 尿他了 尿他以后的话呢 他就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解脱了 此外就是关于造五件罪 应该五件罪吧 五件罪吧 五件罪以后呢 完全清净的方法是 护诸罗摩菩萨在清恶书当中 也是这样讲 他说 何则行事既放逸 二后行为 被谨慎 如月利云 既寻离 难途直满 见了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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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ze,Gavu,Songcham,Tongshin,Depshin,Depshin 咱们当中应该这样讲的 这些你们肯定能背啊 我都清理说好长时间 什么时候翻译的 很长时间 以前是讲过的 但是这个教证凡尔如意报经常背的 意思是以前因为翻译 没有好好的事情造了很多的业 就像什么芝麻,南陀 但后来就注意了 我们这里有些人也是以前在家的时候 不学婆的时候 天天都是特别放逸 杀害很多的众生 等等造了很多的恶业 但后来自己依靠正知正念 那就像是月亮从云里面出来一样的 就像阿那和曼陀之满他们一样的 如来大乘菩萨道以后 如果相续当中生起了五位的菩提心 那么罪业都完全清净 我们通过所有的罪业没有清净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成为修行大乘菩提心语 空性的有缘人 所以说我们藏地学悦而言 所有的三难心语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在俗法刹土里 我们在座的很多也是 虽然不是成长在这里 但是确实在这里 已经很多人在这里学法 那天我们说讲考班的就20天以上了 但我也有点稀有的 昨天他们重新通缉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人 就是不知道他们前面的登记是电脑出问题呢 还是谁啊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可能这个奖项呢 就是要重新调整就是诺贝尔和平奖 然后那个在藏地学悦就是待了那么多年了 就是然后呢 上师是这个五金莲花生大师 然后居住了大乘中心 对大乘法有着极大信心 那我们就是念诵这个七支七中功的时候 就是我们七支功的时候 如果相续当中受菩萨戒归于这个 归于这个戒也要发现了七道 那么即便是过去造了这个五金罪 也基本上是有这个清净的机会 就是我们当中是真正杀罗汉的 应该没有破火生的应该没有 杀这个就是父亲母亲也不一定有的 出福神学的也不一定 在世间当中这些是最大的这个罪 其他的可能世间当中 所谓的什么堕胎也好 杀神也好 还要这个诽谤教法也好 就是这种可能是有的 但这些就是依靠这个菩提心来忏悔 或者依靠那个金刚萨多来忏悔的话 应该会得以清净的意思 就是大家就把这些教言放在心上 就放在心上 清净罪业的方法 就是没有比菩提心更好的了 就是我们随时随地的数字菩提心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不是每天念诵的时候都在念吗 那就今天讲到这里吧 七十三十八 七十二嘛 灵重无悔啊 是这个吧 大部分人穿着高档衣服 效用灵气 住处舒适的时候 即便做了坏事也感觉挺好的 有些人这样的 自己稍微有一点迷深财富啊 舒适的时候好像干什么坏事的也没啥感觉 其实这完全自己欺骗自己的 当然你临近死亡之际啊 就是到了这个四肢啊 就是缠毒四肢呢 就是抓这个凶 然后床上就是燃满了 就是不敬物的时候呢 后悔你还不敬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确实要做任何事 马上堵地狱恶鬼当中的话呢 就是自己都特别伤心 那时候什么办法也是没有 所以呢 趁着你现在自由自在的时候 一定要行持善法 那么上等者呢 如果我们行持善法的 上等者呢 就是获得佛果的 即便是做不到这么高的境界的话呢 也真的需要做点灵重无悔啊 一般修行人自己一辈子就修善的话呢 那灵重无悔 我想我们很多人的 可能就是上半生的时候造了很多 但是呢下半生呢 就是自己也是尽心尽力呢 听了很多的这种法 包括我们就是去年就是死心底的 很多人都得了 还有呢 这个大乘保王记呢 这些文解读的法 自己也是念一些细节的法 虽然我们有时候是烦恼啊 痛苦啊这些 但是最终就遇到了这个佛法 所以四个时刻呢 就是应该不会后悔的 否则的话呢 就是好像你一辈子的杀死了 一辈子的这样 到那个时候 显现各种各样的地狱景象的时候 自己也是特别特别后悔的一次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也要尽心尽力的 要至少我们藏地就是这个很重视的 就是民主无悔 就是法王也是一直讲 就是塔拉人家也是民主无悔 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 包括我自己都想是 凡是这个尽心尽力的努力了 就是什么时候死的话呢 也现在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后悔的事情吧 就是就有时候是叶和烦恼的这种趋势上 也干了一些不少的这种罪恶吧 但是呢实际上是也是尽心尽力 就是基本上是每天都这样的 好多年都是这样下来的 那现在什么时候死的话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吧 就是有这样想的 如果有人问民主无悔是到底什么样感觉 现在即使活到一百岁 以前呢也是尽心尽力 经济所了全力一波了 就确实每个人都是 还是很 我想我们这里很多人也是很努力的 就是有些事 不管是背识也好 就发现也好 念佛也好 还是很努力 就是真的 大多数的人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人 确实努力的 但有些人是可能也会 这也是难免的 这么多人当中就是 他们这个世界人说是名字大了 什么鸟都有了 我这一辈子一直行持清净的善法 尽可能行善尽可能断除不善法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就命中误会 每个人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 好 命中需要殊胜皆胜 就是这个也很重要 我们每个人都肯定会死 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个教言 就是皆胜的教言很重要的 人在死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殊胜的教言 总的来说 毕生是这吧 行善是最重要的 就总的来讲 我们一生当中 一直行持善法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教语 但死亡就是上身下毒的关键 就像是被派途临转一样 就是你骑着骂的时候 就是那个派途的渗索 就是往哪边拿的话 就是骂会往这边走的 所以你要认识死亡 就接近临终的时候 就是他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以殊胜的窍诀色则 忠罪者也能被影响正道 就是如果在临终的时候 你有个好的一个窍诀 好的上师 给他超度 或者是给他引导 这样的话 所以非常严重的人 但他也可以有解脱的结尾 如果临终遇到一个不好的解身 就是当时什么在身边哭 或者说是身边就是让他上嗔恨心 或者是身边就是让他平时不太 喜欢的人就是出现在他面前的 这样的话 就是那么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那些一辈子行善的人 或者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似乎有 智慧功德的 就是清净戒律的功德 人格献善的功德 不仅如此 从智慧一个方面来讲的话 也是是觉得这个将啊 鞭啊 柱啊 每个方面都是有特别突出的功德 但如果你临终的时候 一定删法都是不成本 那就这个已经太糟糕了 就是这样的 那么他们就是会转身到 就是比如说这个害事恶贵 就害事贵的这个行业当中 会继续呢 这个加害这个不法和重视 所以这个是真的很关键 就是这个一辈子都是行善 戒律也挺紧 智慧也不错 人格也不错 光从智慧上面讲 你看闻思修行什么这个 降变主戒定会什么都可以的 但是你在临终的时候 因为这个福报不够 可能是遇到了就是特别不好的 他就发恶怨了 或者是这样的话 就很有可能就是变成这个恶贵啊 魔鬼啊 然后就是害众生害这个不法 就是会变成这样的 这样的人们就是临终戒身 这种这个差别造成的 虽然他一生性是善 但是呢 如果临终适合生气这个 就是贪心 成心吃吃心呢 也会就殊胜到什么 地狱和恶贵和旁生当中啊 就是生这个严重的贪心的话 就是地狱当中 然后成心是恶贵当中 吃心是旁生当中 但这个好像如众能此事里面 应该有不同的对应是吧 或者呢 就是转身为这个害事恶贵啊 独教贵啊 就是变成这些 是造成一辈子的 嗯嗯嗯啊 就这个是一个这个 这也是对的 然后就现在第二个方面 其实造造了一辈子的罪的 这样的人 如果在临终的时刻 就是有拥有这个 临终智慧经所描述的 这个临终智慧经 是17年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就是当时我把它翻成藏文 藏文当中是以前没有 不是从汉文当中翻成汉文 从藏文当中翻成汉文 就是然后就给你们讲过吧 就是就比较短的 就前面是长汉文 后面是个寄送的 就是当他后面有冲击的 冲送的方式来就是讲的 这里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当我经常讲这个命中指挥金 所以描述的这个命中 也有机会获得解脱 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要学习这些 还有如这个播出十项金 十一项金 十一项金我照了一下汉文 就是没有照到 不知道汉文大藏经里面有没有 藏文当中也没有照到 但方法经常引用就是十一项金 他这个可能看起来是 里面有十一种命中 时候想的这种怎么办 他是怎么想的 比如说万法无常 不经理修行 无所贪承 就是这是也是一种想法 还有就是命中的时候 孝散也做大三项 就是自己做的很小的事 旁边的人也可以这么说 本来是罪业比较重的人 但给他说你听了八分 没神 旺盛极乐世界的 你一定会是这样的 旁边这样说的话 当时死亡所有的戒身的心就是很重要 所以你整个一生当中 不管是行善也好造罪也好 在临终的时候 都应该把自己的孝的这种善 就是做成像 把这个大的罪业就做成这个小罪 很像 大家应该就是这样称赞 就给他怎么讲呢 就是你是一个大善人 就是所有的惰罪都是微波主导的 如果一个人在 灵就是一个人在生命的境内 就是生起了后悔心 而好好忏悔的话 也会倾尽所有的这个惰罪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每个人呢 就是也是确实就是最后会离开这个人间 就是会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呢 就我们不要一辈子都是出家 一辈子都做善事 当时离开的时候就生成狠心 有些人在医院里面说 对医院医生是差善心 然后就当下就断气了的话 那就是可能堕入饿鬼 对地狱也不知道 如果有些人在 就是法治就这个很重啊 就我们以前学那个86年 86年的时候 法王当时讲那个功德光作的 那个叫这个戒律根本会 就是戒律根本论 戒律根本就是那个里面也有 有当时有这方面的这种意思 就是当时我们的就自己就觉得呢 就是一定要就是到时候死的时候 尽量的就是不生这个恶念 就是要生这个善念 就这个很重啊 如果自己觉得是可能我现在一定不行了 就我千万不能产生恶念 不能发恶元 就是我以前造的罪肯定没什么的 就遇到大政府法的功能那么大 尤其是我学过这个暴王经 就是我一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的 就这么一项的话 那这个这个戒律的这种 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很重要的 就是法王 王亲自在这边讲的话呢 也可能没有更多的了 呃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超度者的必要条件啊 他人就是超度的 就是为他人超度就是那必须要具有身体 圆满自己大圆满的世修经济 一般来讲的话呢是这样的 必须要明确了解王者就是现在正在这个去向众人的何处啊 就正干涉什么样的困难 真就是他的这个心中呢就是现现什么 最好是这个超度者的话呢就我要超度别人的话 我有这样一个一个这样的一种境界 就是光是那个怕怕怕的 就是现在拉玛和游戏绝末的话 他们特别喜欢说怕怕怕的路上都是 就路上是走路的时候 他突然就对方便了怕的这样 这也是不知道他也想超度啊 是什么样 人家都吓一跳 就是你 我会有些年轻的人就是也理解就是年轻的时候 什么都有点那个不是我们这个老年人所喜欢的 每个人都是也这个是吧 而且超度者呢也要在有自在突生的这种浪力啊 就是这个超度者是他自己也要有这样的浪力 如果自己还没有就是到到这样的这种这个解脱的干地的话呢 那就呃没办法就是带到这个别人来要到到解脱的干地 这是要求比较严一点来讲的话呢 真正的超度者好多进和论点当中都有 就像那个感觉派的有些大德的教言当中也有 另外教言当中啊 就包括我们党员们前行的 你们也是应用应该支配方准则的教言是吧 就是也是有的不过呢就是虽然就是有句话说啊就是尚未获得圣地不能超度 就是超度人就是虽然就是有这样的说法 但如果你有无畏的这种慈悲心呢就是对这个亡灵那些生气特别的这种悲心啊 就在这样的心态下心态趋势下超度的话呢 那么依靠菩提心的不可思议的为你也会对王者呢就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一般现在为什么念破啊的时候呢 就有好多那么多是不幸运是自己亲自去那边去念念破啊 其实官家当着也是就是就非要去的就是也有这样的也有也有怎么讲啊 就是说那个就如果真的是有慈悲心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这个超度啊 就是意思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对王者是有利的 其实不会给王者带来就是很大的利益 但自己呢就是像是现在也不会有任何的障碍 就是因为你那个就是这个修破啊的时候给你供养五块钱十块钱 就这样的话原来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念破啊是一块钱 就是然后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就是然后一方面就是给别人念这个破啊 然后一方面自己也是作废就是就是当时是那个就是就当场就是当时好像我们这个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密宗去的是没有这个任何人就是让实体很少很少的就有时候来了一个实体的我们有点开心就是像像多久一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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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然后外面的话呢就是三次这个就是大传奇以后呢就外戚就中断就另一个时候是超度是最好的 对那个实体就是做超度的话呢 那基本上是就是把王者的身世呢融入这个实体当中进行超度 就一般也有这样的就是他把它关成这个金刚瑜伽墓 然后呢就就开始跟他超度就是这样的 有的会立即就是就立了一个这个名牌 这是一般我们念四十九点的时候都是会立一个名牌 然后呢让身世融入于名牌就进行超度 还个别人的话可以直接从六道当中来任何地方都是就任何地方的众生呢 也超度到清净刹斗 这个是还是很有这种能力的人 就是以前不是那个就是板板等等上师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他当地的一个恶官就是 就是就然后他就要求就是如果你就没有答应就是我死的死的你不来这个 那个超度我就是往生极乐是清净刹斗的话呢 我现在要杀死了 然后当时上师呢就害怕就是然后答应就是他就死的时候来超度他 然后呢那个上师就是在青海的时候听说是他已经死了 然后他就就就联盟赶回来赶回来以后呢给他超度 超度以后的话呢他说你暂时呢就是他就认到这个清净刹斗 但是因为他的业力太重了 所以过一会就他也恰多了就是因为他也不违背就是他的这种对他的承诺 也有这样的说法 有些专辑当中也有这样这个说法 当师者知道自己的尸体他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巨大的痛苦 并且呢产生一种恐惧性肮脏感就有这样也有人说呢 当这个圣性呢就是已经这个分离的时候呢不可以再把那个这个亡灵呢就是构造起来 当然这个是中英窍诀当中的话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吧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给他念佛法念不见信愿品呢 就是这种往生衣柜破啊法的话呢对他又是有利的 但我们真正到底能不能够照啊就是这些也是很难说的 有人可能会问就是如果是一个具有本来情景 就是制造和还有人与自称遁朝这种世修境界的人 那就应该在这个死后呢马上这个称破了啊 就是有些人可能有比较这个出名的上师啊 我那天不是讲的有些特别出名的一些上师啊 境界比较高的话呢给他念这个破啊超度啊这种是比较少的 那法王的意思呢就是给他超度的话呢也是可以的 可能这个意思的虽然他不需要念破啊法 但是难道不能对这些接触的上师做超度吗 这个是有些人就是这样想的吧 嗯然后说是在接触的这个上师身边呢 如果有一个设厌清净的金刚道语或者弟子念破啊 那就啊就像是这个啊像菊马甲鞭一样的 就是会对他有利益 但我们一般的传统上的话呢 可能有一些上师啊这样的话呢 弟子给他念破啊这样也没有 然后呢一般都就给他念个什么一次序啊 文殊真身密集呢或者是念个其他的这个破身戏员病啊这样有的 然后因为我们一般弟子的话呢 就是将那个上师的这个这种绅士就是就是构造起来 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就是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对这个上师啊 对真正的高僧大德的话呢 弟子啊僧众啊给他念破啊这种规矩呢就是比较少 就是但是给他年纪四十九天的精神很好的 特别是有罪的人需要超度如果如金刚词如来也是 请说就是每日杀伴者造五五间罪 若以赐教言无疑的解脱 年纪圣传说 他意思是白天就是每天都是撒那个普罗门还要造五五间罪 但是遇到了这个密法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得到解脱的 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转那个什么转那个贪症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用这个教证 然后听密法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教证或者说是就是读那个洗解脱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教证 这个是主要讲的这个密法的教言啊就是虽然造的那么严重的 但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密法的教言的话一定会是扩得解脱 所以破啊法有些不例外 就是法王引用的是这个破啊法遇到的话呢 很多人也很快就解脱 比如说一个人杀了几百个众生造了各种各样的罪 如果能得到了真正的这个破啊就不会呢被罪业所染 破啊法呢就是不需要就是也是观修的特别广啊 新人的话呢就是也无有这个行持的人呢 无有献女难女就是最终最轻的差别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修的通过呢就是强制这个手段呢 可以将他的这个亡灵的绅士呢引领到清净刹斗 因此大家也努力进行世修托阿法 今天是我们讲十三章啊 就是十三章然后应该是只有十四章了 就是当时法王院记这个十四周年的这个涅槃法会 那首先是第一个三种事业 我这一生有三个人物那就是弘法女神 弘扬这个正法教法 还有无边的利益众生 开启十三个这个圣地的佛藏门就是法王 这是一生当中本来有特别伟大的三个事业 这实乎呢就是我一辈子都摆在这个我面前的这个大的人物 就是我菩萨对他收集的他一生当中的最重要的这个历生事业呢 有三大这个事 那么第一件事呢就是以培养生财 就是持教大德为你 从我这个十岁开始到现在呢 一直在这个江啊 辩啊 筑啊 培养这个大德 就是这些这个这样的人才的这个事业 尤其是呢就是宗教这个开放 就是一般八历年之前的话呢 中间二十年基本上是就是 就是从这个八历年就是从六历年到八历年 就是二十年的话呢就是应该可能汉地也是这样的 当时的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世界呢就是有变了一个特别就是 其他的一种这个这种这个方式吧就是 所以说呢就是基本上是在藏地这个佛佛三宝的这种名号 都几乎就是不存在就是一直隐没在这样的一个 其实我一直在想如果这个当时是从这个如果九十年代的话 可能好多好多大德都已经这个圆寂了就是 但中间是刚好是这个二十年像印度佛教毁灭的话呢 就是六百年左右就是从那个十三世纪开始到 一直到十八十七末位就五六百年就是这样的 就是所以说这个在藏地也好 汉地也好 佛教毁灭的时间呢也不算特别长 那么这个期间就是然后后来就是宗教开放以来的话呢 上次就是在多康为主的各个地区呢 先后于两万多的人啊就是受了这个沙弥和比丘戒就是法王 就是整个确实那个时候出家就是几乎是很少很少的就是就开始这样 培养了就是三百多名居住清净智慧和戒律和善现人格的堪布啊 就是这个是三百多个堪布啊就是法王一生当中 就是这个是早期的就是后来可能更多的吧 当然这个是可能数字稍微就是那个时候看起来 稍微可能会多一点就是这样的 然后此外呢就是在各地僧团道场建立的讲修的这个传统 惦记了佛教的基础 事后呢到达了佛教衰落之前的这个水平就是六十年代之前的话呢 也基本上可能很多藏地都不一定那么多的僧人那么多的就是 这确实藏地就是尤其是宁玛拜的这个教法的这个 这个还是就增添了一个这个生命吧就是可以这么讲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让大众步入十善的轨道 这个主要是在家人对老百姓就是法王 还是让他们就是就是就是断而行善的 这也是宗教开放以后我连一天的空闲时间都没有 我一直奔波各地祈愿并全人行善 就这个可能你们有些没有见过法王的人 就是一天都是没有现善不一定相信 但是确实以前法王在学院的讲经说法特别特别的忙 然后出去的话呢就是每一次出去的时间是安排的坟景 我最近那个教队他们有个人藏文翻译那个蒙城会议了 然后一看都是当时的日程还是确实很急的 就是就每天都是基本上是偶尔就休息一下 然后一直就是猫不停蹄的就是一直就是就是 包括西方去的时候也好在藏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也是 基本上是不会就是就啊今天就是就多少天就是休息一个什么 就一个礼拜啊休息两三天了不会有这样的就是 就是甚至他法王说是今天休息 他休息的话呢就是一大堆的重要的人物要去拜见就是 就是虽然没有外面就是大的这个一些活动 但是呢就是在利用在那个时候的话 那什么事情都所以说也是让这个大家就心善罢 就是就就非常忙忙忙 我一做正在做的这个事业呢就是无偏引导这个众生呢 就是去往生极乐世界净土 所以你们也要至少念阿弥陀佛名号一百万遍 不要造这个四法罪和无间罪 对往生极乐世界要有强有力的信心和稀求心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呢就是凡是与我结缘的众生 一定会是像这个十极了情瞬间就是经费一样 全部呢就是往生到清净刹土 就像我们那个就是一个尿群的话呢 用石头一打的话呜全部都飞走了 就是因为我的院子那边太吵了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到了下午的 几下在寄下 上百上千的就是要不要明天用石头来打一下 无耳就他们也是不是往生极乐世界 他们可能非祖的意思 他在这里比喻没有说是往生极乐世界 反正如果用石头来寄到这个鸟群当中的话呢 就是全部一下就无耳就飞了 所以我们众生 凡是与上师结缘的话 那就无耳就全部都往生到极乐世界了 无耳知道吗 你们可能有些不懂 无耳 佛藏大师雷达南巴在很多的佛藏书记中 都有明确书记 我们知道 特别是尼玛巴一直供认的 这个菩提金刚的书记当中 不就像直接看到 我们师徒的现状而写得一样清楚吗 就好像确实我们的眷属 上师 拉荣山格 周围的神山 四种眷属 等等这些都是 好像一个人亲自看到写了一样的 这些书记完全不会骗人的 你们也要满怀欢喜 尽快完成自己所承诺 阿弥陀佛的名号 我们这里有些没有念完的话 冬天的时候尽量的如果空的话 能不能把阿弥陀佛的名号念完 还有加心修完 自己稍微有一点空的话 尽量的不要浪费时间 包括我个人在浪费时间上面 还是比较应该不会特别的浪费时间 不管在里面也好 在外面也好 希望大家还是应该不要太多的浪费时间 然后全人性上 这样也能同样的得到不可限量 不可顾量的善根 特别是烙恋人 更要尽快地完成 毕竟我们要先离开的 确实法王那个年代的人 基本上现在学院里面全部都没有了 七八十多岁的人 几乎都是 现在学院里面是 如果有时候这样想的话 基本上没有 所以老年人肯定是先做的 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些人 我们一起要尽量的 我也想一百万的后面有部分没有念完 看今年能不能念完 但是我写方面我就很那个的 念方面的话 每次都是没事吧 以后可能有机会吧 一直这样的 比如有人要外出一个月 也需要准备什么马鞍 马铁 釉杀 像藏族有些老乡出去的时候 都要准备马鞍 马鞍 什么都要准备 同样 我们为了甚深事实 必须处备好一个永久的大鞋 每个人都应该牢记在心里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正在做一个威大的工作 让有缘的这些众生 都统统地转生到阿弥陀佛如来的眷属 都成为他的眷属 下面就是第三件事情 也就是说 这些事情当中最殊胜的 这个是法王开佛藏门的这件事情 我过了六十岁以后 如果开启十三大圣地的佛藏门 那么学于上上下下的有缘众生 只要过去那个圣地就可以 不是如是而前往空性刹土 或者是极乐世界 或者是类似的刹土 其实这个以前在藏地的历史上也是有的 就是那个就是开启这个佛藏门 或者说是开启一个神秘的世界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世界的维度完全不同的 有一些这个大师的话 通过他的一些发愿力和神通力 就是开启一个佛藏门 就是如果能开启的话 很多人都带到那里清净刹土 不舍入圣 就是也不用修行 就是也不用带什么粮食 就是直接走就可以 你们有些都不相信 不可能 就是哪有那么简单 这也是 现在有些书当中也有 就是很多人都是到了一些神秘的世界 就是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生活方式啊 年龄啊好多都是跟我们的世界是完全是不相同的 就是当时法王是很希望呢 就是很多众生都是不要以这个业和烦恼就是缠绕 就是要直接呢 就是依靠一些就是这种大师的这种清净发愿力 就是带到清净的刹土就是这样的 这是有数据的 并不是是我心口开和很多的真正的这个佛藏大师呢 就是有过数据 这个是原来刚开始就是法王开佛藏门的时候呢 我们学院里面的有些大德的话呢 也是专门把这些数据呢 就是集聚在一起就是也有过这样的 而且在当今这个时代 具有国内外的许多的这种持家大德呢 就是也说是就是要做出这件事情 然而呢就是因为破誓言的这个冤魂 还有呢就是离归入行的个别人 破破坏了这个佛藏的缘气 当时法王的那个应该他法王就是在 关十轮金刚的时候的有一个人在那里就是听过的 就是这个呢就是后来就是故意制造这个破坏 本来在看中日圣山那个地方 创造有些少许的缘气的话呢 基本上是所有的这个开佛藏门的 就是这种因缘都已经具足了 但是因为这些人的话呢 后来跟这个法王制造这个违缘 制造违缘以后的话呢 就可能是末法时代的象征吧 那些人是平时是很微弱的 没有什么能力的 但是制造违缘的时候呢 那些人还是很厉害的 就是所以呢就是最后就是怎么样也是 当时是应该全世界的很多人都是 虽然没有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就是那么这个惊人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是有附近的堕坑伟长 很多人都很想就是法王的这个缘起呢就是成功 但是呢就是因为当时都没办法就是 所以这个害法母缘的强大力量呢 导致我们就是没有这个顽强就是所做的事情 就是当时这个就没办法了 总的来讲过去也是是致命者那个就 就于尊者就是郭登就是那个 然后他也是左手开启十三大圣地的伏藏门 但是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国王 也是凡目成处没有这个如实成办 然后后来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想把班成 就是也是等等就是一个又一个的 想把金刚的这些转世的话呢 也没有完成这个事就是 就是本来法王的那个时代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完成 法王从小的时候是梁皇城大师给他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洪华尼僧的人物 就是他一直是就为这个就是努力 就是就是努力 但是最后的话 法王也是在课堂上苦过很多次 就是这个是对他而言的话 那好像来到这个世界都是没有很大的这个意义 现在都是也不太愿意就住在这个世间 就是就是当时也是 反是这个可能学院的老弟子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是比较清楚 就是这个发生在这个九十年代的时候 所以所以呢就是大度 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是伤心难过 大家都大家都为这件事情伤心难过 虽然之前的因为这个学与众生的福报浅薄而没有办成 但现在开始为了不被魔障所转 我们要以强烈的身体 强烈而身体的恭敬和圣迹心 祈祈祝福菩萨赐与加持 就是可能当时是 呃 并没有完全破坏 但后来呢 就是完全破坏 就是后来说 法王说现在就是就是 就怎么样也是 这个缘起就没办法弥补 这一辈子的话呢 就是这个开伏藏的门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有有机缘的话呢 只有他的这个下世 然后再下一世 其实那个项目金刚的很多绅士都是 这个开藏是 这个开去这个伏藏门是很重要的 但是一直没有没有成功 所以这个是当时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学院就是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吧 就是一段时间 但是确实是 有时候是邪魔瓦道入于一些心的话呢 就是这些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就是就最后的话呢 所有的这个缘起呢就是没有出生 而且就是因为法王的这个弟子当中 也是出现了真正这个破誓言的这个 这个比较大家都公认的 就是所以后来就可能很多方面的话呢 就是缘起都不太这个迹象 就是就就很多方面也造成了很多的违缘吧 反正这个是可能比较早期的时候 法王也并没有所说 还要可能有一点点希望 就是中间也 关于这个事情讲过很多次 这个是可能中间的一段 到最后的一段呢 应该现在的传记里面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这个过程的话呢 当时那个丹子霍佛也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所以说这个后来的话呢 就是大家也是比较遗憾的 就是这个事情是如果成功的话呢 可能对世界的很多众生 就是有很大的利益 当时万万也说是 如果真的这个事情是开局的话呢 可能包括就是现在的很多所谓的探险家啊 就是探术者啊 科学就是家就是很多方面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佛教的一些真正的这个本来面目的话呢 可以展现给世人 但是因为众生的这个福报这个浅薄的原因吧 各种各样的邪魔外道的这个因缘的话呢 这个事情呢就是一直是没有成功啊 就是所以呢 就这个也算是当时这个上师如意宝的一生当中 是比较这个遗憾的事情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法文说在我写的许多这个义佛藏明当中呢 具有经传加持的圣神法呢 是白文书 还有呢就是大卫的这两个灌顶 这个应该给大家灌顶顶顶的吧 就是那个嗯 白文书是灌顶 大文的 大卫的灌顶 好像灌顶 传承念过是吧 嗯 大卫的好像 对 然后这个洪法实义最广大的呢 就是文书精修仪规和文书精修知分引导分 就是书中赐佛 就是文书大冤 文书大冤 文书大冤和舞台上去的文书精修仪规 就是这两个 然后缘其其中没有破坏的法呢 就是是相代金刚 就是相代金刚 就是我们那个 嗯 现在也是在念诵当中 也有时候我们经常也念的 如果你们好好的施修这些法 必须无疑会获得了共同的 就是殊胜细体啊 就是法门当中的话呢 其实也是拜文书 拜文书是主要念这个阿啊 就是阿字的 然后那个 就是我们大卫德的话呢 就是每年都是念嘛 就是经年 经年也念了 对吧 就是然后 就是大卫德 然后文书精修大冤文书也翻译过 但是精修仪规的话呢 好像以前一直没有翻译过 以后要要翻译吧 嗯 以前其他的这个地方翻译的也有 然后相对金刚飓呢 就是也是我们每年都是修 是这样的 这这几个法呢 就是有些是可能加持最大的 有些是这个事业最光盘的 有些是没有破坏过元气 大家施修的话呢 特别殊胜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然后再记下来的话呢 下面这个照片是当时在那个里面出来过的 就是某什么那个归录里面的 然后 这边是坑布 那么就是当时本来我想第一个照片 如果照的话的话 就应该可以的 但是它经常出现在这个镜头当中 所以我避开 然后最大开一个三广档的话 爱了这个批评 然后呢 法王给我去印度的时候两次批评 就是这个批评以后呢 好多时间又不敢拍照 然后到了那个六月圆的时刻呢 就是又法王批评 到处去不发话的发言 然后呢 那个就是 然后那个什么 就是 他天天都是照片干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也哭了 就如果说 如果上次不高兴 拍这张照片有什么用呢 那确实是到了六月圆 一直到后面这个什么 宁布里花园离开的时候 他很想就是 就集体合照 但是不敢说 就是所以中间 什么照片都没有 就是 然后这是法王看不见的地方 看不见的时候 拍一下那个外面的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都 当时是没有照片了 下面就是讲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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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月初始会集 那么这个法王这样讲的 我自己的一生为例的话呢 就是 第十六圣神诸年的 这个 这个母后年 就是他这个后年 后年的话呢 两方曾大师的这个 这个算法有点不同 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后年的话呢 应该葬礼的这个十二月份 那就是一月份是 即月 后月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 我们葬礼的这个十二月份 但是按照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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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黄森大师的算法的话呢 就是后月是葬礼的六月份 就是我们这个 转法轮 法轮这个月呢 就是叫后月 所以说是 法王原来那个 有好几次都是 主要是这个 夏天就是六月份 就是我们 六月初始是这个 就 转法轮的日子嘛 然后那个 初始的话呢 就是黄黄森大师的这个 这个 后月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算法就是 他那个 每一个月的开拓的这个算法 有点不同的 所以 按照年四的 这种这个算法的话呢 就是应该我们葬礼的七月份 是第一个月 就是一年的 这样的 那么他这里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法王说我十二岁的第一次呢 就是进入上面的鲁鲁寺 上面的什么意思 等一下看一下 然后鲁鲁寺佛学院 就是当时鲁鲁寺的也算是一个佛学院吧 就是他们那个就是讲学的 然后当时呢就是也是这个后月就是初始 我参加了圣大的这个供养节日 就是法王当时是应该这个是1944年 就是我这放了一下1944年 然后 然后那个 嗯 就后来 就后来呢就是法王说我这个二十二十四岁的时候 就是那个 活后年 就是活后年 那么这个时候在鲁鲁如意宝主寺 在这个江玛佛学圣山 那么与释放的这个击败的僧众一起呢 就是在后年后月出世的吉祥日的时候呢 就是跟这个鲁鲁如意宝一起共修 当时呢 通过如意宝就是做施主 然后他就可能整个法会都是全部他供养的 让我做金刚上师 我不敢违背教言 就是这个是法王如意宝应该在这个1956年的时候 就是56年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 然后呢 法王三十六岁的这个土后年 土后年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1968年 就是68年 但跟藏理的这个算法跟汉理有点点不同的 就是我们比如说汉理的话呢 一周岁嘛 就是然后我们只要这个上了这个年的话呢 就是就可以就是 就是 嗯 多少岁 就是有这种算法 比如说我今年是这个 按照这个公理的话呢 六十岁 但藏理的话呢 就是会说是我六十一岁 因为已经上了这个年年当中的话 就这样算了 然后三十六岁的那一年呢 就是当时的这个居士非常的动荡 这个动荡的时期 但是我还是明明的来到了那种这个地方啊 给少数的眷属弟子灌顶 做会供发愿 奉法民生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那个 呃 叫什么呢 就是自己自解脱州 也就是法论区啊 这个法论区是很厉害的 法王这个 这个应该是68年 就是68年的时候呢 就是第二个这个后年后月是在那里过的 就是法王听说的 在那个地方 就是居住了很长时间的 就是就刚开始就是 就是在那个法论区 我们现在的这个法论区知道吧 就是就经常阿朔老爷喜欢去的地方 现在 嗯 然后再后来呢 就是法王说我48岁的这个帖后娘 就是那么这个是拿中夫学院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开始 就成立的开始 那么这个后年后月的那这个初始那一天的话 我带着少数的眷属弟子来到了这个圣地 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准备了一些会供品 做了第一次大的会供 当时德巴坎坡他们都参加过 就是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32个人嘛 就是法王就是我们这个福修院的真实的这个成立的话呢 就是这个80年的时候 就是法王当时48岁就是 然后80年的这个夏天就是6月份的时候 就是6月初始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学院是这个 就是从这个80年的那个 就是这个6月初始 就是葬礼的这个时候呢 法王是真正这个福修院的开始 从那以后的话 整个圣地呢 我相应大家各自的根基 根据我所了知的程度 一直不断的弘扬鲜明 以及这个明处的这种完整法门 明处是指使什么 一学明啊 四学啊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名 小无名和大无名的这个不同的 就是这些法门的话叫明处 那么就是实至今日 弟子人数就是日益震度 光是常主学员就有这个数千人 不知道这个是应该 法王是当时92年可能说的 就是这样的话 这个是当时是 我看90年 应该是395年的时候 我们讲96年神力倒戈的时候 说是五千嘛 可能三千 三四千人应该有吧 四千人 其中呢 不仅有具足清净戒律 夜以继日清净文思修行的人 而且在显明及民主方面的学识呢 胜过我的 就是法王很谦虚的说 是我的弟子里面 有一部分人 不管现中密中 还是世间的这种知识 都胜过我 也大有人才 就这样的人大有人才 就像世间人说的呢 就是父乳犯牛 子乳牛王 就是这个父亲的话呢 就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牛一样的 然后儿子的话呢 就是像牛王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儿子就是超过了父亲 那么就是反过来说的话呢 弟子已经超过了这个上师 就是他法王是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比喻 那么你们一直呢 就是住在这个学院 就是他们就一直这样的一些 很多这个就是有智慧的这些坑布啊 就是这些都是居住在这里 这是法王一个谦虚的语言 你看今年就是 今年就是这个后岳出世 这个是应该92年 就是法王六十岁的那年 就是这个法王六十岁的那一年 就是这个法王六十岁的那一年 就是应该92年的时候 当时是讲了什么这个 我也记得就是 就是法王当时这个六亿出世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是后来不是讲那个 买货公分 进行前所未有的广大这个供养 就是可能跟现在比起来的话呢 那个时候也条件比较差的 就是我们当时去 什么我们汉森经堂修的那一年的话呢 就是当时我就特意去到成都去这个给新加坡的法师打电话 当时需要两三万块钱 但实在是出不出来 所以法王所前所未有的广大会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我们的整个这个条件都是跟现在差别是非常大的 就是然后回宫发挥的心事呢 就是也是这个就是这个数据一致 今年呢就是出世这个供养这个祭日 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五次这个互联口语出世的这个聚会 我们司徒不离不弃 通过将修来受持 护持 弘扬这个政法 从现在算起啊 就是希望呢 就是应该十二年以后吧 十年以后可能不对 十二年以后的这个大白夜 就是大白夜这个后夜这个出世啊 就是我们司徒呢就是有个这个共同相聚的善愿 其实这个是后来是没有成功的 就是应该是04年 就是法王如果当年年初没有圆寂的话 那就是准备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呢 一个做大的这个会共 就是第六次的是吧 就是那个大的这个就后夜出世的这个会共嘛 但是就年初的时候 法王实现圆寂的 大家要好好的发愿这一点相当重要 根据印度圣地的一位 因为持家大德说说我需要就是注释呢就是到这个五十五岁 那我们或许还会有第二次 或者是第三次的这个第三次的后语出 出世就是聚会的聚会 所以单曾护佛的这个拿容介绍也是金刚语 就是其实单曾护佛是应该写了一个好像个字还是什么的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 就是这里面我不记得是有第一 就是还有一次这个十三的什么这个出世回共 就是记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法王当时转转说是他的这个语言金刚语 可能在这个十三年里还有还有这个出世聚会的机会 就是当后来应该就是没有这个成功嘛 但是这一件事是法王也说了很困难的就是很困难的 因此呢就是请你们圣众啊 就是请你们圣众啊 就是请你们圣众深切的要发愿发现和发愿 因为后来 后来是应该是那个 一四年就是零四年嘛 就是零四年 然后再过我们这个一六年 一六年的时候呢就是学院这个应该成立四十周年 就是当时是我们这个一六年六月份的话呢就是 学院成立四十周年 就是零四年的时候如果法王再世的话呢也是做一个大会公 后来呢就是又过了十二年以后就是一六年的这个六月份 然后我们还要再过这个十二年的话呢就是二八年的那个六月份 就是不知道这个以后是怎么样 一切都是就是无常的 就是然后法王最后就是念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迹象迹象诵 其实这个很多年诵一会当中也是有 四体不女共享般 身术不变勇坚固 见面文语不间断 快乐弘法愿吉祥 人情后预出世啊 嗯 大字在后预出世是无尽二夫莲花生大师啊 就是从那个西南如海中半生的时候的重大节日 就是这个西南如海的话呢 现在说是什么阿富汗那边的一个户当中啊 就是将生是在这里 就是念黄生大师将生的这个地方 然后也是他最后呢就是前往这个西南罗刹国的重大节日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六月 是念黄生大师将生的这个日子 也是念黄生大师最后前往罗刹国的这个日子 这可以说是一个殊胜的日子 虽然就是真正认定的方式呢就是有不同的 可能是这个后年后月的这个认定呢 也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说法 但上师说是这个上师几名义 还有呢 慈命无畏主的观点来讲的话呢 就是葬礼这个六月啊 就是认定为是后月啊 就是这个是 就我们 我那天也讲了嘛 就是如果是 呃现在的这个后年后月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 二八年的这个六月份 对吧 呃 2004年 对吧 那天说 对 二八年 对 然后一六年 就然后二八年 嗯 二八年 还有我们 今天 还有 一二三 还有几年 不知道那个时候 我们多少人 哎呀 活在人间 下面就法王将的一个其他的 也也算是一个跟良花生大师 这个圣像有关系吧 就是大洪生成就者 布玛摩扎 在现阶 就是以前的二佛 这个二尊佛一一出世之间呢 他一直住在这个五台山 每一百年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 虚语藏地实现一个真正的化身 所以弘扬这个大圆满利益众生 就是以前有些大师呢 认为是上师如意宝的生 应该是 布玛摩扎的化身 因为他的这个布玛摩扎 布玛摩扎的弘扬的话呢 就是跟其他很多人都不同 就是所以布玛摩扎 那么也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也有一些大德呢 认为是贝罗法王是布玛摩扎的化身 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 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一般是在这个 现阶潜伏一亿没有成佛之前的话呢 就是他的主要的化身是在五台山 然后每一百年的时候呢 就是在藏地就是出现一个化身 来弘扬这个大圆满 最终的话呢 在这个南赞部族 一千年二个佛呢 就是君出世以后呢 他才可以到印度金刚座 就实现成佛 就是很多新地的历史当中也有 然后上师无净年化身大师呢 就是啊就是更生一筹 他亲口承诺就是 每十三年的时候 土生一个正在来化身 无有重点地踏遍整个藏地 就是作为加持 他的这个化现呢 不知道以我们现在的这种人现象还是什么 凡是在十三年当中 藏地去加持啊 去显现各种各样的形象 就这样的 而如今这个时候 上师无净年化身大师 会亲自降临承诺 是不会骗多的 应该是这个是上师当时可能讲的是一个 后年后月的出世 可能是就我们那天讲的嘛 在可能当时的上一个 九二年的出世的时候 可能当时是讲的 法王说是修行上师谣文当中呢 就是说啊 后年后月出世日 无净我必领藏地 在后年后月的时候 我一定会来到这个藏地 此与乃我之誓言 这就是我的誓言 本来我们出世回宫的时候呢 连世也是经常会降临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学院也是每个月的出世 和还二十五回宫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的 尤其是出世 每一个月的出世呢 都有莲花生大师的 这个降临的不同的誓言 就是这样 许多佛藏大师 佛藏书记当中也会说啊 就是亲自这个降临 就是说 所以呢 以舒适的这种寿愿和还有这个愿力 就是这样的这个结缘 我等师徒的话呢 在这么殊胜的节日汇聚一趟 依靠这个上 依靠无上就是秘密文殊念华坛称 而共同受持圣神法 就是他这个是当时应该是做一个会供 就是做一个会供的话呢 他这里文殊念诗 就是文殊念诗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爱慧文殊的这个坛称 也叫做是文殊念诗 就是他那个文殊 那个不是 爱慧念诗 就是那个念慌生大师有八遍念诗 就是其中呢 就是爱智慧的一个念诗 就是这个可以叫做是文殊的这种坛称 就是一体的 就是那么当时是依靠我们可能是修什么样的 这个可能是应该是现在的这个 我们每次会供的这个念诗的这个会供啊 就是这些也可以这样也可以称之为这样的 也是一种三妙的缘分 就是这个是讲到了这个什么是这个后年后月啊 就是这个可能有些道友的 以前在这里待过很多年 但不一定知道 这里法王讲得很清楚 然后下面是第一 就是七十九戒啊 七十九戒的话呢 就是妹妹妹主往生啊 就是法王的妹妹就是阿里米主往生 就是他说 关于我的这个妹妹啊 就是没有必要就讲得很多 你们都应该很清楚的 他是一个普通的老舅母 从小到现在呢 就是懦弱之一代当中就是年纪比较老的这些人呢 基本上都是认识他 那么他小时候也是一个普通的牧民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都是阿里米主还没有现象 就是当时那个门处空虚母已经现象了 我来的时候 阿里米主呢就是穿着一个在家的那种 长袍的紫色的衣服啊 就是当时是这样的 然后他小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普通的牧民 然后没有呢 曾经故意杀过任何众生啊 就是包括就是小蚂蚁啊就这些 他应该不是一个沾满各种罪业的人 就是他特别特别精进 应该是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是很惭愧的 就是然后就是一早就起来啊 就是平时念咒语啊 就是这些都是从来都是就是不间断的 就是一直念 然后对这个出家人的恭敬啊 就是心底非常善念 就是对法王周围的什么上上下下的人 都是特别的在这个位置 尤其是在民族改革期间的话 法王说是我是无依无靠的 就是无处可去啊 就是无处渴望的时候呢 不得不跟这个阿尼灭祝和还有这个 应该这个是旧了 对 旧了 旧了就是那个 慈祥还祖他们的妈妈吧 就是那个 就是她是那个 就是当时是法王的两个妹妹 就是她们就是住在一起 就是如果法王是一个人的话 政府方面呢就是看得不顺眼 因为那个时候的修行人 尤其是以前出过家的人 如果是单独这样的话呢 就是大家都觉得是在修行啊 就是学佛啊 就特别看得不顺眼 所以当初的时候呢 法王说说我们吃的和这些呢 就是都是这个分开的 后来一段时间的话呢 老旧往的时候他们这个吃的呢 就是可能藏地也是习惯 汉地也可能这样的 虽然是亲姿妹啊 亲兄妹 但是有时候是如果家是分开的话呢 就是各自各吃自己的脏吧 有这样的 刚开始可能他们就是一起的 但后来刚开始就是各自各吃的 而后来的话呢 就是全部都是法王的话呢 就是依靠阿尼密祖他们来开始给他提供 所以这个年代呢 其实我们后学者的话呢 也特别感谢阿尼密祖 然后密祖以前最严重的罪业 他可能也有一些罪业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放羊的时候呢 需要一大群的那种供养就严格 就需要严格 那这些罪业的话呢 应该是他一生当中全部的罪业 当时是不得不这样的 包括我们以前放供养的时候呢 也是到了我自己倒是没有 但是我们就是亲人 因为这个如果没有那样的话呢 可能就没办法放牛羊 所以这个是当时呢 尤其是放公牛啊放那种羊啊 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当时法王说是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吉拉的这个丈夫 就是他是就亲自经常呢 就是做那个严格嘛 就是就就请他就是做的 就是这个是他们应该是 罪业比较大的事情 但是这个也不得不这样的 虽然他后来非常的这个努力的忏悔 但也不能就是明确的 就是了知罪业到底亲近没有 法王这里前去说是到底没有 除此之外呢 就是他没有造过什么大的这个罪业 然后这个上下骆弱的这个领导和民众 对我们是这个 法王在这个同时呢讲 我们这个骆弱的话呢 我们下面那个像是骆弱像嘛 然后就下面的那个民众呢 就是下骆弱的人 然后上面就是 像是金山河那边的话呢 应该是上骆弱人 就是他们自己有这样的一种称呼 那么法王说是 上下骆弱的那些领导和民众呢 对他们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当时有一个叫做 公土和还有公国的领导 他们说是他们两个对法王很好的 因为他们两个呢 就是好像村里面的这个领导 然后说是这个法王的身体不好 就是这个是他可能有什么传染病 还是让到寂静的地方去放山羊去 然后他们这样一开许以后的话 法王就不用天天去参加开会 也不用谈谈在人群当中 他就经常在那些这个山里面 就是包括我们这个腊龙啊 还有这个子清山河 包括现在我们这子清上面 就是法王不是居住七年的时间吗 就是在那里 现在我们有个道场就是在那里 因为这些领导的话呢 就是当时可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是对法王还是有恩德的特 就是他们的恩德特别大 后来呢就是把我这个 我把这个山羊呢就是交给了公家的时候 他们呢就是把这些也是 就是最后政策比较开放的时候呢 把这个山羊全部都就换回去了嘛 换回去的时候呢就是 他们可能那个时候政策就比较放松了 就是把这个这些山羊的话 全部都已经放松了 然后这个阿弥陪主的话呢 就是始终把这个善行放在第一位 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的老舅母 恐怕成本不了毕正更殊胜的善生啊 他一直呢就是祈祷阿弥陀佛 也念诵了记忆遍 观音信主和念识信主 你看人家一辈子当中都是记忆遍就是 这个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有些人说 他们已经上了一亿多了 就是我那天有一个巨师就是 他倒是念了好记忆就是这个 但我们这边也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大家对我个人而言的话呢 就是确实刚开始来的时候 其实阿弥陀佛对每个出家人非常好 尤其是像我刚来的时候 就是吃的也没有穿的也没有 尤其是八五年刚来的那一年就是 就是大乐秋天的时候有一次实在是有点困难 就是要不要下山就是这个是 阿弥陀佛和上师如意宝 还有门处上师他们从兴隆回来嘛 就是兴隆回来的时候给我了 阿弥陀佛和门处上师他们给我了五十块钱 那这个五十块钱可能现在来讲的话呢 就是特别大的就是然后后来就是 就是依靠这个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求法的这种生活啊 就是都可以度过了这种难关啊 就是包括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呢 我好像在那个就尼土的教义当中也写过 就是对我们而言的话呢 就是也是我们就是外来的 这里也没有什么熟悉的人的话呢 就是对我们还是恩德是非常大的 这个法王说是我觉得他有一定的修行境界 通过教证理证来推测想必定他一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的 后来也请了一些许多就是有预言的这些上师啊 还有黄昏师来这个收集 他们也说是他一定会是往生了极乐世界的 今天讲到这里 那个安利民主主应该是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法王说是这应该是真的 看他那个死时候的那个乱气啊 就消失的情况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看出来 因为这个是从小乘有补的观点来讲 一直到这个大乘这个大圆满之前都讲过这个 转身的地方的话呢 地狱 饿鬼 旁生 人和 天界 还有清净刹土等处 那么乱气消失的方式呢也是是不同的 就是有些是到清净刹土的 有些是堕落的 就是有些是我们这个先从头顶这边量 然后慢慢慢慢就是往下的话呢 说明就是他下堕的 然后下面先是从脚底开始量 就是然后慢慢慢慢 最后头上有这个热气很长时间的话 说明呢就是往上这个往生 就是有不同的这种这个法门当中 有讲了这些乱气消失的这个情况 主要是法王说是我的这个质子就是华座 就是这个华座不对 华座就是华座喇嘛 就是法王那个质子 一个是华座 一个是采治 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叫公求邦嘛 就是他们都是那个学员的 就是一个是华座喇嘛 就是当时在身边 其实阿尼密族圆寂的话呢 就是比较突然 就我当时在那个在那个浙江那边 就是一个叫文林还是什么的 就是在泰州那边 然后当时我就一边就是看病 现在杭州住院一段时间 后来翻译那个大圆满信心修休息和三次解脱 居士论就是三个 然后我刚刚把那个信心修休息和三次解脱 翻译完了的时候 听到阿尼密族圆寂了 然后居士论师呢 就是暂时搞一段了 然后立即就赶回来了 就是当天就赶回来了 就是所以当时是 就是因为那个03年圆寂的呢 03年圆寂的话 02年的时候 当时阿尼密族就是做了一个 在北京做了一个大手术 然后后来算是好像还比较不错的 就是结果呢 就是可能是心脏面还是什么的 就比较这个突然性的 就是在学院圆寂的 就是在学院圆寂的 然后从南起的这个前后啊 就是这里面有个照片 就是不知道这个是应该是比较早期的 就是门座上是也很年轻 然后这个消失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想必他已经就是踏上了解脱道 当时呢天空当中也是出现了彩虹啊 各种光芒啊 如这个佛一字许 就是这个加上一个佛吧 佛一字许当中呢 他说谁得这个佛果的话呢 就是二十次三变 藤月正虚空五字光啊 就是此现 这个可能到时我们这个新的版本 就是这个加上就是这个意思 谁得到佛果的话呢 就是会出现这些这个光和相 然后比如夏天的时候呢 凡方说一般来讲这个 这个现这些彩虹的话呢 有各种不同的缘起 现前呢有太阳 后来呢就是显现乌云 空中呢漂浮着一些这个微微的细雨的话 那出现这种的因缘呢 就是一旦极全的 就是这个是一般来讲就是也会有的 那么自然而然会显现这个彩虹 就是这是我们一般的就是常见的话 就是有这个云啊有细雨啊有这个阳光啊这样的话 但是他缘寂的那一天呢 就是并没有任何的这种因缘 当时呢就是已经夕阳这个就是西下 天空当中呢就是也出现的 并不是普通的这个彩虹 而是呢就是白色的云黄色的云红色的云 随后呢就是呈现出一个像那个像像像像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这个红色光辉 就是所以呢就这也是一种这个成就像 就是当时我们学院在的很多喇嘛也是 这就感到非常这个稀有嘛 从我的这个空行回宫殿 就是法王当时那个呃 他老人家住的地方是在那个就是这个 那个那个大金堂的上面嘛 就然后就往那个法王园子那边的话呢 有一个叫做空行回宫殿就是比较大的有一个房子 就是从那里呢就是也传出了鱼儿动天的声音 然后正在这个传颂呢 似乎就是解脱于寂静刹土的这种瑞相 虽然外面的人可能听不到的 但是里面的人呢就是听得特别清楚 不是说是这个在续部啊就是有些密宗当中 不是说是如果在寂静本尊的本体当中成佛呢 你也没有说是他是寂静还是愤怒的 没有说 但是这个是也是一种这个成就的相 一般在传出的某一个这个声音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这个寂静就是死亡了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但大概就在那之前也传出某一种声音 就是当时可能圆寂的前面吧 但也少许呢就是延后的现象 就是也有这个本来就是他那个圆寂的话 前面啊就是也有延续在后面呢 也有这样的现象 如果看看就是所有的前辈大德上师的传记 就会想到可能会有轻微延期的这种情况 那就这也是以前的很多大德的传记当中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身相呢就是可能会就是 就是稍微延后啊就是延持啊就是有这种情况 如果呢是解脱的这个言相和成佛的言相的话 也是是最好了就是他当时可能出现了这些想吧 就是那这个是如果是成佛或者解脱的话呢 就是比较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假设说他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会圆满就是具足啊就是地道的功德 他也会就是他会以欢喜的这个厌世呢就是注视着我们 以慈悲的心呢就是锤炼着我们 但是很是以这个天眼清晰地看到就是 留在人间的这些倾诉啊圣人啊弟子啊等等 就像极乐愿文当中说是 愿天眼明见生前又是等啊就是 并加持并护予往事皆必查 就是这极乐世界当中也不是说了吗 就如果是先往生到清净刹土的话呢 他用天眼来观这个生前的这些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弟子啊就这些 然后加持他们就是最后让这些死的时候呢都会引领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祈祷在极乐世界的他以五言六通恒时 关注着我们这些留下来的僧人和愿景的情就情愫等 凡是与他结缘在命中时呢就是被这个接应到极乐世界 就是其实我们以前也是这个阿尼美中和这个法王啊就是都是一起这个发言往生极乐世界 当时他这个马尼美中圆寂的时候呢大家也担心就是会不会法王也是马上这个圆寂啊 就是当时好像极乐法会还没有开就是接近于现在 比现在可能还前一点吧就是那个时候实现这个圆寂的 然后这个可能过了两个多月以后的话呢就是法王那个圆寂的嘛 就是当年如果张力的话呢就是在年底的时候都实现圆寂的 如果功利的话呢可能阿尼美中是可能大概是十亿分左右的话 法王是一亿分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 所以呢一般就是可能当时也是比较担心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共同发愿啊就是这样的话呢 那生死自在的一些成就者来讲的话呢也是这个 这个就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 其实往往以前也讲过一旦就是那个 他说我有恩德的这个妹妹如果圆寂的话呢就是他也不一定住在世间 所以当时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都比较比较担心 后来觉得可能没事吧就是按照功利的话呢就是那一年就是已经过了 但后来就是领四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当年就是法王爷圆寂的 按照照顾的话呢就是都是在一个年当中就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我们就是祈祷他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往生就是临终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也是同时祈祷法王爷这样说的话 确实阿尼美中很了不起的这个修行人 他最初也是发下了往生极乐世界的清净愿 所以如果你们在他的议题前 当时是法王应该在他的议题还没有话之前的话呢就是 就是没有之前的话呢就是就开始这个就做了这个演讲 就想了这个话 如果你们能在他的议题前承诺就是念诵一百万阿弥陀佛 那么我觉得这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功德和利益 不凡啊今天是八十岁 法王讲的这个孟光明见上师 嗯 也可以 今天啊就是法王说今天就是清晨的时分呢 我就处于这个孟光明的情节当中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看到了透过如意宝以弥勒菩萨做事的方式呢 就在这个僧众当中的僧众的前 僧众就是众多僧人的前方 就弥勒菩萨一般我们坐灯子的时候 现在很多弥勒菩萨藏众佛做的弥勒菩萨的时候 全部都是光是就像一个人坐在灯子上一样的 就是那样做事 然后就然后那个就是当时这个法王如意宝说 他我生起了无比的信息和欢喜心 然后心想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修大卫的广大事业的修吧 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一直念就是我们是 这个修了很多嘛 尤其是这个可能摧毁了很多的非人的黑法城市 他就当时有点担心这样做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利 正好想请教一下透过如意宝 于是法王上前拜见 就是他就坐在这个法王的身边 刚开始可能看到比较远 就专门要请教这个事情 想坐在这个身边 这个时候还没有来得及 就是上师他自己心里的这种事情要汇报 然后上师如意宝的话 就是开始跟他说 一切放生之王的话 实际上就是相互事业 如果放生的话 就像小虫啊 就是这些最多只能获得一两天的生命 如果是比较大一点的放生 像牛啊 马啊 羊啊 就是这些动物的话 那只能救护他们祭念的生命 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好像刚开始提起来 放生当中的话 一般的动物放生的意义都并没有 相比之下 如果你们行持真正的相互事业 那么给众生赐予了永远无私的这种果位 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放生 就是一切放生之王 你懂了吗 就是特贵如意宝给法王这样讲了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法王也马上问上师啊 就是说当时就是我对上师说 就是对于这个能够其实会生 把众生的生是真正能超度到清清插度的 这样的修行人来说呢 那相互事业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确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一般普普通通的人 做相互事业的话呢 有没有那样的好处啊 因为你这个一个是 让起始会生的能力也没有 超度到清净刹土啊 这样的能力也没有的 一般的一个僧人 一般的一个人念相互仪轨啊 相互法啊 就这样的话到底是有没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就是当时法王就在特贵如意宝面前问的 特贵如意宝说是 你不用这么顾虑重重啊 就是简单地说的话呢 实际上因为最顺佛教大德 还有佛教释教大德的话呢 其实他们是一个普通的现行主义 就是一般我们可能有些 为了这个佛教的行神 为了释教大德的长久诸实呢 就即便是行持的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们比如说念一个仪轨啊 我们很多的那个会供仪轨啊 里面都是有时候也有一些相互仪轨嘛 就是这些相互仪轨 只是这个跟大家就是念一下 就行持这样的作业的话呢 那其功德也是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依靠这个本尊的行主 还有这个发心的力量 还有等持的这种加持力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非常大的 而跟随这个佛教和所有持教大德 相互事业是一切这个事业之王 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发心的是 为这个佛法和持教大德的事 然后做的呢 就是这样的密宗的一些仪轨的话呢 就是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一帮密宗当中的话呢 有这个等持和有境界的人 来修这个相互法的功德 是当然不可思议的 即便是没有的话 光是这个清净的心来念从的话呢 也有很大的功德 这个意思 他比方生几百几千几十万 还有这个几十亿更有这个利益 你明白吗 就是当时这个法文给他这样讲的 然后呢 有陀佛瑞宝说 当然这并不是代表呢 就是普通的方生 就是没有这个功德和利益 不是这个意思 世间的善根当中呢 就是没有比这个救护众生的生命 就是更有功德的善法了 就是我们世间的一般的 就像龙龙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讲的 一般的有味的善根当中的话呢 那当然是这个方生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这个下面呢 就是这个方生的话呢 具足六度啊 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是梦到上师的话呢 一瞬间说了几句话就梦醒了 或者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一个长的这种情节 就是就方王就这样的对话 就是还是很很羡慕 就是而且这些词呢 就是也是每一个都很有甚深的这个意义 他就讲了这个方生是具足六波罗密度 什么具足呢 就比如说这个嗯 一切这个布施之王呢 就是做五位的这个布施 我们布施当中有财布施和这个法布施和五位布施 这五位布施呢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就是这个方生 那么从自身来想的话呢 就是比较比起世间的这个什么这个经营也好 宋施也好 酸糊也好 还有这个毛颜天柱啊 珍珠啊 麻辣啊 就是还有这个子女等等 就是这些呢 就是其实是大家就是更障碍的这个生命 就直接想比较起来的话呢 比起这些呢 就是应该是就是每个人都可能你真的要 如果不死的话呢 就是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天柱啊 什么样的最珍贵的东西 都是你都可以就是愿意 甚至可能放弃自己的这个子女啊 财产啊房子啊什么都愿意 我们现在有些人这个生病了 就是或者说要枪毙了的话呢 就是自己拥有的所有的这些这个 身外之物呢就是他想这个放弃换来就是生命 就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通过五位布施来给你 重新就是就是有这个活下去的机会的话呢 那里有比这个更大的这个喜悦啊 就是因此呢就是一切布施之王就是放生 就是从布施来讲的话呢 那放生的话呢就是确实功德很大很大的 一切这个持戒之王的话呢 就是也是不害有情的生命啊 就是所有的持戒里面就是最重要的 不害众生 所以我们也有时候说 我们现在这里出家也好居士的话呢 有些可能修行不一定很好就是 但是呢就已经这个出了家以后 就是或者是就从来没有杀过生 就是就故意杀生就没有 这一点的话呢应该人生得到生 这个大道上生是有意义的 然后所谓的持戒呢就是断除这个伤害 就是他还有呢就是就更远的这种这个本体啊 就是就其实这个断除害性 这就是持戒的本体 那么不害他宗主要是这个值得是不害生命 就是这个持戒就是归根基地的话呢 不杀生就是这个也是在放生当中已经包括了 不但是这个包括还要去放出去 放出去这个是更重要的 然后安人的话呢就安人 波罗密多也具足的 甚至别人如何加害自己啊 就是都不予这个意愿抱啊 就是意愿这个抱怨啊 就是不予这个意愿抱怨啊 就是不予这个意愿抱怨啊 就是不不都不予就是意愿抱怨 可以念个主要是不侵害别人的这个生命 这才是根本啊 安人主要是介绍放生就是安人里面的话呢 最最难忍的可能就是害众生啊 就是如果这个敌人对你怎么样的话呢 没有意愿意愿抱怨而且就忍下 最好是不杀别人的话 那这也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放生 就是这是接波罗密多 然后精进来讲的话呢 精进都是是对这个山法的细域 就关系永远了 而山法是指的能够产生细域的果报的法 就是应该我们细域果报的就是这个法 那这个佛经当中也是造作就是如是业 那么获得呢就是如是果 你造什么样的业的话呢 就是会获得这样的果 在这个上面除了地狱的众生以外 没有一个众生啊 就是死的时候呢就是不痛苦不害怕的 就是是没有的啊 就是可能就不过有些人的话呢 可能就很痛苦啊 就暂时就是一瞬间啊我死了好 但实际上口头上说是这样的 就实际上谁也不喜欢这个死的 就是除了地狱众生地狱众生的话 他希望这个死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算是这个地狱众生 失去生命也是难有这个难以想象的一种恐惧感 那么简单来说呢 就是六道众生都是爱惜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救过了生命的话呢 那就产生喜悦的果报 就是如果你救了一个的话呢 那你造效了就是让这个众生喜悦 自己喜悦的果报 将来你自己也是很快乐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是真的 这个身体经常躲病啊 就是断命啊 这些都是害众生而导致的 然后今生当中就是什么都具足啊 就是就各方面 这样的话呢 以前我们饶益众生的果报显现了 所以欢喜永远的救护生命呢 就是对三法欢喜永远的一种精进 心机波罗蜜多也具足 然后所谓的禅定和智慧呢 就是极致和神观 反而对这个图格如意宝对这个禅定和怎么说 就是智慧的解释呢 就是平时我们在其他经论里面的解释的有点不同 他说这个禅定和智慧的话呢 就是极致和神观 那么极致和神观的因呢 就是不害众生利益众生 你看这个说法 以前都是我们可能在其他经论里面比较少见的 然后这两者的本体呢也是不害众生 作用也是不害众生 就是刚才这个极致和神观的这个 就是也就是说饶益众生和利益众生 就不害众生和饶益众生 可能不害众生是极致的意思 然后那个饶益众生是圣观的意思 就是这个这种因果关系 我们为什么是精神当中能心安得下来 就是我们可能是不害众生的因导致的 然后我们就是能懂得一切法的话 那这就是饶益众生的 就是这个营养来的 如果有人救护了 就是正在被杀的众生的生命的话 那这种功德呢就是会有利益更大 就非常非常大的 实际上没有放生那么大的功德和利益了 所以说这个呢就讲到了 当时的这个 这个由波罗弥多来给法王讲这个放生的功德 先讲了一个这个修相复法的功德 然后这个修相复法呢 就实际上是这个放生也是功德很大的 就是放生的话呢 那我们原来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也是提倡大家吧 就是现在的话呢 也确实就是很多方面不是很方便就是放放生的话呢 没有跟以前方便 但是现在也是我们应该以科学化的这个放生啊 就是有时候的话呢也不能放弃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 哪怕是放放几条这个生命呢 就是这些也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就是大家 虽然没有像就一段前面的一段时间那样就是 就是到处都有举行就是大的放生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呢就是永远断绝 就是因为有些时候这个环境呢 就是对每个人来讲是一种限制 但是我们的修行的话呢 只要自己不违法就是不违法 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善行功德大的善行呢 就是也不能这个放弃啊 就是我们也应该尽心尽力的这样就是做的 我心里感到当时法王叔叔我心里感到无比的高兴 就是尤其是在上师这个跟前呢 就是他这样这个就是这个成病啊 就是这样情世的 说是去年和今年这两年当中的话 我放生的这个玉啊 事啊等等 应该是尽就是一亿个生命 然后这样一说的话呢 就是当时这个上师头盖如意宝的话呢 就是父亲的好孩子啊 你真正是做事能够圆满就是历盛的就是唯一的太阳 就是这个是当时对法王是这样赞叹的 他一直这个一年都说了三遍 以后呢就是向我合掌 就是头盖如意宝都是向那个上师如意宝就是这样的合掌 然后当时法王呢就是西楚万万再次就是清净就是上师 就是跟前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他用把他的事物呢就是放在法王如意宝的图上啊 就是为我这个父母目的就是目的而并给我加持和发源这样的 就是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念诵的话呢 对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法王 对法王如意宝的一种这个加持啊 就是我说是 好像是藏文当中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就是很重要的嘛 就是因为就我们的这个两个上师如意宝就是得到的就是这种巧言 我们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话 也不行的 所以我们经常在 比如说你去抄个圣山 或者说你到了那里去发愿的时候 就是愿我们证悟了这样的生起那些光明游位法 然后以三巧和方便方法来度化无量无品的众生 愿我们获得了这样的能力 现在我们度众生的能力比较薄弱 我们先通达了佛陀证悟的一样的 生起那些光明游位法的发行的意义 然后我们以三巧方便来 开始因极度化的这种三巧方便来度众生 要度众生的话 就是希望我们得到这样的度众生的不共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的这种发愿 自己也是亲口在任何时候 或者早上就晚上有时候是比较自己心情 比较好的时候发愿的时候 用这个作为自己的这种 可颂里面的一个词的话 就是那么这是上师得到的一种 经现当中的 我们说是清净的现现当中的 一种相当于是义补偿 就是这个是很有加持力的 大家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发愿 好